跟这个SQL 刚刚讲的那个字典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练一次 总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三个创立的版本 一个是三个字典的版本 那我有用那个红色的部分mark起来 其实就是它上下两个地方最大的差别 其他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他逻辑都差不多 那另外当然有些变化 请各位自己回去再想想看 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Math CAI Math CAI我们是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字典的 这种方式有没有 字典本来是一个什么 一个Math的List 然后这个如果要把它改成字典的话 就是一个月份 Key 然后Value 或者两个颠倒其实也可以 KeyValue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拿来做什么 比如说我要查 它的那个英文名称 然后它是几月份 也是一样可以这样match 所以这个地方改写 是不是有正确 也许可以想想看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大概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音翻中中翻阴等等的 字典嘛 顾名思义嘛 就是拿来做那个字典是最好的用的嘛 有没有 KeyValue 然后哪个Key对应到另外一个Value OK 所以也许也可以想想看嘛 从网路上捞那个什么 全民音简的资料 然后呢 来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 这个对照的一个程式出来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有关那个 非常重要的一项在Python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 就是资料库 因为将来如果说呢 你做完了东西啦 你要做报表 或者是说你将来要处理任何资料的时候啦 输入的部分 假设我们从网路上捞资料 你势必一定要存起来嘛 所以如果你要存 那存哪里呢 总不可能把它存在档案里面吧 是也可以 只是说档案的话 相对于资料库 那当然资料库会比较有结构性嘛 有没有他可以分哪一栏 你要抓哪一栏就抓哪一栏嘛 OK 另外的话呢 在执行效率啦 还有就是未来的维护上面的话 其实资料库相对有它的先天的优势 那当然你也不用把资料库想的太遥远了 其实你就可以把eSale 类似像eSale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呢 eSale这东西是微软的 它是一个付费软体 它不可能说直接就把它加到Python里面去 虽然说微软 它希望下一阶段 可能希望你把原来的VBA Visual Based改成Python 也就是将来你打开eSale 那开发轮里面有可能是Python 可是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样的 这东西出来 目前已经等很久了 之前已经听到他想这样做 但是还没看到 那未来 不过即便是未来 如果有这样东西出来 你没反而更好 因为反而你学了Python 你直接就可以在eSale里面写Python 那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但目前来说是没有 还没的话呢 那怎么办 我们在Python里面 所以如果要处理资料库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想到一个东西 叫SQL Line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教各位 如何利用这个SQL 其实这个读做SQL SQL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查询 Structural Query Language的缩写 意思是说呢 他这个Language就是资料库的共同语言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不管什么样的资料库 他都遵循 就是可以用SQL跟资料库对话 那最常用到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要跟资料库做什么 比如说建立资料库的话 怎么建立 怎么建立资料表 因为基本上一个资料库 你要放资料之前 一定要先放一个资料库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话 你可以放很多资料表 一定要表 然后呢 再跟他讲说你要几个栏位 所以基本上 一个资料库基本上 就是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几个栏位里面放资料 到这个资料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至少要学会 如何建立资料库 如何建立资料表 然后设计他的栏位 并且呢 再来操作方法 最重要有四个 最重要第一个 如何新增资料 把资料放进去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再把它查出来 放进去 查出来 有没有 所以新增 查询 ok 另外的话 最重要就是新增跟查询 其次的话 你不要的资料可以把它删除 比如说哪一笔不要删掉 那第四个就是修改 比如说哪一笔资料有错误 比如说那个会员 他的电话改了 那我要修改 他不是要把它删掉 你可以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它删掉 再重新新增一笔 也可以 可是问题 你不要麻烦吧 就修改他就好了 ok 那修改的话 一定是根据Key 所以这个概念 跟字典也蛮像的 Key 然后他的 比如说应该是他的什么 大部分都是根据他的会员编号 有没有 然后去修改他的电话号码 ok 所以基本上 在后面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 建立资料库之后完成 你会操作四种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ok 如果你这四个方法会的话 基本上你应该已经掌握了大半 绝大部分 这资料库会用的功能 其实你会发现了一个进销存系统 最重要就是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就够用了 有没有 进货、新增 那你要查库存、查询 对不对 然后卖哪一笔 产品没有了 那就删除吧 如果品项有问题的话 就修改吧 反正你会发现 用来用去都是这四个东西 ok 根据我以前的设计经验 好像用来用去都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把这四项学好 我想应该就足够 应付大部分你的工作需求了 那接下来的话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如何建立我们的这个SQLite资料库 那第一个一定要先用Import Import什么呢 Import SQLite 3 因为这个模组它已经有内建 只是说你要引用来用 已经在里面了 只是说你要Import引用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Connect 顾名实义 Connect什么 叫连结 连结什么呢 后面你就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 党名跟副党名 党名的话就资料库的名称 副党名就.db 不见得一定要叫.db 习惯就.db 那意思说我要建一个 新的一个资料库 那其实就是一个档案 放哪里呢 放在根木底下 就跟我放在一样的位置 然后并且回传一个 所谓的那个资料库的一个物件名称 叫COM CON 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 我们之前学过F F那个物件 差不多 就是我已经把资料库建立了 然后将来如果你要操作资料库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物件去做操作 OK 那后面的话 Cursor 一般当然我们理解是 英文意思是游标 就是法属的游标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 这个资料库物件后面跟着 这个你应该可以把它当成资料表物件 会比较合适 资料表物件 OK 那其他的资料库有时候 其他语言有时候不见得叫Cursor 也许叫别的名称叫Recorset 像微软 那 Java里面叫Recorset 反正名称不一样 但是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就有点像 我习惯是把它称为叫资料表物件 也就是你可以透过Cursor 这个得到的物件去操作资料表 OK 所以资料库物件 资料表物件 那你可以透过物件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要建什么 建一个资料库了 我刚讲过 如果你已经建了一个资料库了 里面要建资料表的话 那接下来后面这个部分就建资料表 那你要怎么跟资料库沟通 很简单 SQL语法 所以上面这个字串 就是要跟资料库沟通的语法 叫什么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就是帮我创一个TABLE 就是资料表 后面有一个叙述 如果他不存在这个资料表 名称叫TABLE01的话 才建 但是如果他已经存在了 就跳过 就不会去建一个新的TABLE 那底下的话就建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NUM 就是LUM 就是编号 一个是TEL 就是他的电话 那我后面这个范例实际上就是 如果我要做输入电话的动作 最好的 我们可以写一个什么 输入电话 比如说他的编号 然后一个电话 编号一个电话 我们先写个简单的好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 也许先帮我开一个新的这个 新的module 然后把底下的这个范本 因为这些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 把开一个新的module 也许叫做CREATE新增资料 然后把它贴上 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资料表名称的话叫TABLE01 那底下的话 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什么 一个栏位叫做MUM 一个叫TEL 编号跟电话 那后面这个TEL 实际上就是它的形态 也就是说 它里面的形态都是自串 OK 那它的编号你也可以改成Integer 就是那个形态 除了说可以用Integer之外 你也可以用什么 除了TEL之外 你可以用Integer Integer是整数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的是小数点 你可以用real 或者用double 这两个名称都可以 也就是CREATE里面 假设你要放个资料形态 你可以先给它 这个栏位将来放什么东西 不过说真的 最简单就是TEL 反正你 有点像Excel Excel 储存格就是你万用的 所以放什么都可以 OK 那我们假设已经做好了之后的话 那分别 在利用科资物件 这个科资物件是资料表现 后面有一个方法叫SQ SQ就是执行 执行什么呢 上面的这个SQL 上面就是一个叙述 就跟资料库沟通 就丢给资料库 他就帮我建了一个table 叫做Table01 然后呢 底下呢 第二个叙述就是 再帮我新增一笔资料到Table01里面去 所以Insert intoTable01 然后Values 放1 编号1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他的电话 OK 然后SQ 最后的话 Commit等于是确定 有点像Excel里面 你输入完打勾 Commit OK 最后如果全部OK的话 他就把资料库中断连线 否则他如果一直连线的话 会浪费记忆体 OK 好 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理论上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应该就完成了 OK 但是呢 你想说老师 他已经新增 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呢 基本上第一个 他新增到哪里 特别知道 Cursor01这里 那目前这边有没有呢 其实他没有出现 你可以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 Cursor01.db 那实际上里面已经放了一笔资料了 一个 他里面已经放了什么 一个Table 然后呢 一笔资料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看到 点两下 打开乱码 为什么 特别注意 就跟那个SS一样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给你什么 就是SS的资料 假设你电脑里面没安装 对应的程式也开不了 所以 接下来 如果说你要看到里面的资料的话 请各位到云端白板里面 云端上面 找到有个补充资料 请各位利用有一个程式叫什么 SQLize Browser Cursor 把它下载 解压缩 利用这个程式去开启那个 什么呢 Cursor01.db 才有办法看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把它下载 它是压缩档 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这个我建议是不要再加这个目录 否则它好像会解压缩之后 会多一个目录 打开之后 它就是一个 你执行它 它就是一个浏览你资料库的一个程式 它这也是免费的 因为SQLize 它只有软体 那你open的时候 记得去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 workspace 我是放在低碟 低碟底下的 python workspace 的test 的src 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curse01.db 实际上就是我src的路径 底下这个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把它开起来 它table01就出来了 那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 它的那个fill 它栏位 它的形态都会出来了 browse data 有没有 点一下 你会不然这边就加一笔 如果说你要再加第二笔的话 一样的方法 你就想 再去run它 这边把它改成2 然后电话的话 看把它改成什么 随便 12345678 随便打 反正就是更新一个电话 然后再run一下 这个时候 它又新增进来了 不过你必须要切过来 再切过来 有没有发现 又一笔了 OK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假设 因为我们还没教各位查询 如果未来 你只是想要 就是知道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形成成功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一 先在你的模组上面 新增一个module 二 把云端上面的程式贴过来 试着乱乱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